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是2024年5月24日,星期五拍片,跟大家跟進幾個市場的技術走勢和波浪分析 首先看看恒子今天走勢,看見恒子今天是低開了,低開了之後他做了一些反彈,然後就去試了日線的21MA 如果根據他中午收視的數字,看見他最低差一點,相差7點 即是說他實際上還沒碰到,所以會不會下午再真正跌穿,這個也比較難說 因為他也差很少,他也差幾點而已,20MA 因為昨天收視的時候,他收了在13MA下面 所以今天也知道他應該是去那條21MA 收在13MA下面,看看那條21MA 所以就算今天有反彈也好,他也應該是受制的 那Patreon的圖就說到,今天應該會受制的這條3MA的日線 那日線吧 3MA 那他昨天,之前就有個支持位,那他昨天跌穿了 跌穿了之後呢,他也沒有收在下面,如果收在下面就應該看得再差一點 但是如果他還沒收在下面,他今天在這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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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早就在文字上也有解釋到,應該有機會先上去3MA 試一試3MA,然後再繼續做音竹 因為它也是吹響做音竹,因為它已經是每一天都是音竹 所以今天也是跟著我趨勢,也是做音竹 所以反彈到3MA這個位置,就會繼續做音竹 而且它的MACD始終是高,另外就是STC方面 它應該最終都有機會是... STC最終都有機會是超賣超賣的位置 它在32下上去,接著在72上又下去 通常都是這樣的走勢 只不過是它現在... 下去的途中,它看到是... 測試一些MA,那這些MA 就有機會是有個反彈,再下 因為它下去都會分1,2,3,4,5這樣下 那現在就看看它究竟一浪會在哪些位置完成 在現貨圖,看到它都是... 今天最低位,應該就試了現貨圖的支持位 你看到之前去到這個位置 有個阻力在這裡,但它會站穩 即是這個阻力位,就變成了一個支持位 它現在跌下來,試翻 所以有機會在這些位置有一個短暫的支持 就是大概在這些位置 大概在18,592 大概在這些位置 18,592 那再加上小事圖的 MACD,又有空規出了 那也是小事圖的,STC 就已經是...在超賣區 只剩下了幾下 然後RSI也是去到32下 那它短線是超賣的,即是短線是超賣的 不過差在就要它有一些訊號 比如說它要收回在小事圖 要收回在8MA以上 那才是比較有個明確訊號 它是會做回這裡這個... 跌浪相對應的一個反彈 那才再下 那... 那... 有些位都有機會到的 那看看即是圖 那看看這個即是圖 雖然就日線 日線的這個支持位 就沒有收穿 昨日之巴 就是這個支持位 那昨日之巴 就沒有收穿的 看到呢 它沒有收在下面 那所以它今天 也都未必說一定會收在下面 那但是問題就是它 四小事圖收了在下面 如果用四小事圖去看 你看到它之前這個... 這個支持位 就已經是四小時收穿了 那所以它... 有反彈 這支巴有反彈上去 但是都會受制的 所以現在都是會繼續 繼續受制 四小事圖 繼續受制著這個... 18761 那所以如果下午或者今晚 再彈上去 都會有機會受制的 這個位 除非站穩 站穩的話 就... 有機會出個反彈浪了 那另外就是它... 四小事圖的MA 它收了在89MA以下 那... 下一條MA就是144 那144就是這條 所以也有機會是... 這條MA 那才做一個反彈 因為... 根據四小事圖的MA CD 它已經脫離了HISTOR 差了它... 看它跌到哪些位 會有一個... 支持位在這裡 那才做一個收縮 那又開始這個反彈了 那看下去呢 就應該像是這個MA 144MA 那再加上它對上的MA 也有利它是... 跌到那些位 因為... 對上的MA是一支陰竹 那陰竹看到這個上影線 那麼長呢 那可以透過一個操略的分析 就是... 將這個上影線的位置... 加回它這個... 陰竹的開市格 那這些位置呢 通常都有機會去得到的 所以就這樣目測下去 應該就這個位置應該可以跌穿 那這個... 位置的... 大概現在就是... 18499 就是大概18500 那所以看看會不會下午去買18500 那些位置 那像是18500 那些位置呢 就有機會在這些位置 就有機會在這些位置 就有機會有支持的反彈了 那再看看它的其他的量度 譬如說... 這個4小時圖的... 量度支持 那都差一點點 到3.618這個位置 18536 那這些位置都可以參考 18536 那接近那條144MA 18500 那這些位置 那這個是... 4小時圖的量度 那看日線圖的量度 那看日線圖的量度 那看有沒有啟示 那看日線圖的量度 那看有沒有啟示 那剛剛去到1比1的... 那這個位置 那看哪這邊在中間 那這個位置會不會最終失守 那這個位置是178877 那這位置會不會最終失守 那麼那這個位置是17877 因為這裡是同一個浪,沒有做金測,這是同一個浪 如果這裡是下跌5浪結構,這裡的反彈就有點像是4浪 這個浪就像是5浪,有機會做反彈,這個浪就像是5浪,有機會做反彈 當然如果收在這個144MA以下,可能會看得再差一點,可能會再下深一點也有可能 但是暫時看下去還是有機會做反彈 日線就看看他出多少支陰竹才行陽竹 因為他跌下去應該是走一個陰,陽,陰,陽,陰,陰,陰 所以暫時還未收陽竹,所以還未確認二浪進行中 現在還是一浪進行中,下跌一浪進行中 看他跌到哪些位,他就會走出陽竹,日線會做陽竹,然後又轉回陰竹 看看上陣指數的日線圖 看見到今天就做過一下反彈,但是還是 因為走勢就像是這個星期是收陰竹 還有有機會是這個反彈完的 就會下去 所以都是做可能是一二浪 所以都是做可能是一二浪 今天這個反彈呢 短線來看 可能是那個二浪 譬如是一二一二,走三四三四五 也有可能 但是另一個可能也有機會是 比如說這裡是一二三四五 那就會做反彈才下跌 如果這個是一二一二三 比較難說,如果恒指是準備做反彈呢 那就像是這個看法 一二三四五 這裏做反彈 再下跌三 再下跌三 這個比較配合恒指的走勢 那麼看標普五百 看看標普五百 標普五百指數 看看標普五百指數 看他的今天這個支巴是收成怎樣 如果這個支巴是收成這樣 他這裏就可能是看到釘 當然要看納紙和道紙 道紙應該就收了 所以就再跌深一點 看看這隻巴會不會收穿上一隻巴的最低位 如果收穿的話,可能這個位就見到今年的頂 看看四小時圖 四小時圖,他跌了 很難說他現在走什麼浪 如果再破一下底,他就有個五浪結構 看到1,2,3,4,5 但他暫時還未破底 要看看這裡有一個推進浪 或者一個驅動浪 這裡稍微有點難看,偏向一個反彈浪 即是說他應該是有機會是... 下跌五浪 那就差了,1,2,3,4,5 那就差了 雖然他會做反彈再下,但他也是有機會見頂 如果他再下跌,應該日線圖就收穿上一隻巴的底 那麼... 有機會就... 有機會這個可能是今年的頂 所以他應該都應該是一隻巴的 下半年應該也是下跌 是一隻巴的 看一看納子的走勢 看一看納子的小視圖和標譜的走勢差不多 1,2,3,4,5 到時也有些反彈,再下去 這裡的小5浪應該是1浪 做個反彈2,然後下跌3 日線呢 它還未收穿上一支包藥底 但應該是可以做得到,因為剛剛小視圖 它再下跌5浪,再破底 應該是差不多會收穿 所以都可以差不多判斷,這裡應該是今年的頂 就是這樣的看法 看看 看看 看一看 道指的日線圖 就比起上 就是剛剛那兩個指數 就比較早一點 就是浪是來早了 因為它幾天前就已經是收穿了那個 上一天的底 最低位的了 感覺就是 比較快一點 就是有一個叫做 預早提醒的一個作用 那它就 1,2,3,4,5 就看到頂 開始跌 跌下去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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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能這個 禮拜 它不是日線收穿上一支包藥底 它是周線也可能收穿上一支包藥底 這一點當然就會比較差 看一看 它跌下來 昨天說到 四小時圖 它看這個頂和這個底 看它最後向哪一邊突破 如果向下面突破 就有機會是走1,2,1,2,3,4,3,4,5 就是一個五浪結構 到時反彈再下 所以它最後跌穿了這個低位 就沒有升穿這個位 所以就是一個 1,2,1,2,3,4,3,4,5 到時會有反彈 然後再下 所以道指應該會再多破一下底 然後再彈再下 就應該反彈 那會不會是一個A,B C、C、C1 C2 C3 C4 C5 如果到時這樣 可以死定 當然要 Genять 這點是1浪,然後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平台浪,2A,2B,2C 如果是這樣,就1,2,2在這裏,1在這裏,1,2,3,4,5,那只要多破底,那都是5浪結構 所以這個是比較難說的,只能夠知道它應該會再多破底 那究竟會不會再多破底,再彈,再破,再反彈呢?還是再多破底,再反彈呢? 那這個就要研究一下這一部分,究竟是不是一個平台浪 也看到有機會是,因為它那個C浪,那這裏是A,B,C 那C浪也有跟A浪是重疊的,即是說這裏這個位置是高過這裏這些位置 那有重疊的話,它有權是一個平台浪的,即是這裡行一個A,B,C,都是可以的 只要C和A有重疊的位置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這裡有兩個可能的,第一個就是它多落一下,它就做反彈了 另一個可能呢,它就是多落一下,彈完再多落一下,才做反彈 那又看看 那也都當然可以留意一下日線的那個55mm,因為剛剛說多落一下,應該就落到這些位置了,那開始做反彈 反彈完再落,那看看 那看看黃金的日線圖 那看到之前就說到現在正在走平台浪C,平台浪A,平台浪B,然後走平台浪C,看到平台浪C,暫時全部都是陰燭的,那 那我覺得完全好合理很不錯,即是很合理,但我覺得 那我看看很 online有點像,就是55mm.那 動畫平台浪A,A和李也算是可以做反彈了, раст的長再走平台浪C Along了 有機會在2332以下就有支持 如果是比較普遍就去到2295 即是A和C,一比一比例就去到2295 但也要留意裡面的結構 C狼的結構 看看他現在是 C1就用了三支巴 所以C3就應該是 最多是3乘以7,21支巴 就是由這個位置開始21支巴 應該就去到差不多的結限了 看到由這支巴開始,因為這是二浪的位置,下到21支 如果是本身那支,其實就21支了 所以這個位置 理論上就需要是三浪 終結了 這個位置是1 這個位置是2 這個位置是3 現在會做4的反彈 要留意 4的反彈之後 也會走5 這個位置 可能是剛剛提到2295的位置 可能就是這個5浪 現在應該就準備做4的反彈 先看看他3浪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3的反彈 之前就說到 3浪應該是兩個位置 第一個 就是2368 2368 第二個就是2325 他去到2368之後 他都沒有收羊竹 那就是 還沒走過4浪 或者他收了在1.618以下 那會不會這裏有個4浪 那就是會不會1 2 3 4 5 如果是這樣就會比較理好 那會是 現在開始破定了 如果是這樣 所以都可以嘗試去檢查 究竟 足夠嗎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如果 如果這裏這個反彈 是足夠 0.333 我看到是足夠的 那就是這個也排除不了 現在就走了1 2 3 4 5 如果這支 可以收羊竹 那有機會12345就做了 那 那就是現在這些位置 看好就比較好 但問題呢 要捱 剛剛說到2295的位置 有機會要捱 這個風險 就是有這個風險 再上去 或者先假設這個才是3 假設這個才是3 現在就會做個4浪反彈 看看如果這個數法的話 4浪反彈會去到哪些位置 看到就會去到2336 最少2336 他可以多一點 可以多一點 看到 就是 這個4浪 就是那個2浪的 3分1 這個最低要求 4浪的最低要求 那就是2336 那就是說 一升穿2336 他有權開始個5浪 5浪下跌 就是有機會去到剛剛所說的 A浪比C浪 1比1的位 2995 2995 2295 2295 那就是現在呢 就 也有兩個的可能 第一個就是差不多完 可能掉了這條MA 那就上去 第二個呢 他要去到2295 他才上去 就是這樣的看法 你看看 你看看原油的走勢 看到日線圖 看到他繼續都是收音竹的 那麼他起碼要由羊竹出了 起碼要出一枝羊竹 才有機會是一個 由這個走一個A B C的反彈 那麼他差一點點的金叉 STC 快慢線都落到 快慢線都落到 Overshow的位置 那麼他一金叉呢 可能就會出這個C A B C 這個C 然後再下 當然這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看法 另一個看法 就是他現在就直接行 那個下跌三浪 這個是下跌一浪 這裏已經做了下跌二浪 現在直接行下跌三浪 這個是另一個看法 因為這裏前面是似的反彈浪 所以最終 應該這裏 反彈起點 反彈起點 都會跌穿 大概 67.9左右 最終都會跌穿 差了就會不會 彈多一枝羊竹 或者一兩枝羊竹 才會再跌穿 那這個就是 原油的看法 有些背詞 有個MACD的 底背詞 那看看 美元指數 那看看美元指數 看到日線圖 那看到之前的趨勢線 拉回 那看到是 他都沒有失手這條趨勢線 他連 跌穿也沒有跌穿 那直接就上回去 那他4小時圖就站穩了 一些阻力位 那這裡有一個阻力位 他站穩了 就比較利好的 比較有利的 這個位置 做了個底 那但是看到他上去 其實就 不是說太似 這裡 因為看到他 那這個 應該這個是低位 就是這裡是高位低位 那這樣子 就是如果他是一個 星狼 他應該就是 是有個五狼結構 所以這裡要是個1的 那這裡是2的 但是看到他之後的狼 也是比較多的重疊位 那就是要 證實到這裡是個 驅動狼 才可以 說他會一直大升上去 如果不是他都像是 可能都是反彈的 就是 這個部分呢 看看他有沒有 這個部分呢 看看他有沒有 究竟有沒有一個 二浪會不會有機會這樣做呢? 到了一小時,即是小時圖看,就似乎很難數到一個驅動狼出來 因為先假設他這裡,先假設他這裡是1,再假設他這裡是2 3,大概時間上,只能夠是這一段 4又掉下來,又好像跟他重疊了 他沒有跟1重疊,但跟2重疊了,應該是不可以的 那會不會是二浪會比較複雜 這一段才是二浪呢? 只能夠說,非常大的機率都是一個反彈浪的 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是反彈浪,其實他又會是... 他又會是再跌穿這個底 跌穿這個底 那可以留意,或者是... 可以拿一些MA來看 去判斷一下 如果他應該是...如果是個升浪呢? 他應該是4小時圖的這兩條MA都可以站穩的 可以是... 1,4,4,2,3,3 如果他是只不過是一個反彈浪呢? 他應該是這些位置,他應該站不穩的 他應該是這些位置,就算升穿也好 他應該會縮下來,這樣下去 所以就可以拿4小時圖這兩條MA 可以判斷一下 2,3,3,1,4,4,2 可以判斷 會是... 那... 因為剛剛說到... 黃金呢? 都好像差不多要... 轉上的 那如果這個真的反彈浪呢? 那他下的時候黃金上又比較合理 這個看法 那除了4小時圖,看看會不會日線圖有些... MA 如果用日線圖的MA,就可能會用到那條34 這樣就比較高了 這個位置 那暫時呢 看到日線圖的STC都上去overboard的位置 那差了他,看看什麼時候做4差呢? 如果他一4差,就有機會是... 會落回去 那... 可以留意著4小時圖 這兩條MA 另外就是... 4小時圖如果他隨時轉回去,他應該會收穿上一支BAR的最低位 那... 暫時... 都還沒有 暫時都還沒有 那... 如果這支陰竹 是收穿上一支BAR的底 那... 就會... 有機會開始掉下去 那... 今天這條片就拍到這裡了 喜歡可以給個讚 訂閱Youtube 訂閱Final,歡迎分享給朋友看 那... 我們... 下個禮拜見,拜拜!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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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谢谢大家